作为我国首个旅游泡泡计划的佛罗交仪 即将迎来外国游客 首相纳杜斯里·伊斯曼·沙比里今天宣布 从下个月15号开始 只要已经接种完整疫苗 同时符合筛减等其他条件 就可以登岛游玩不需要隔离 另外政府也同意重新引入外籍劳工 条件是他们必须在来源国 完整接种世卫组织所承认的疫苗品牌 而且入境之后强制隔离7天 才可以开始在我国工作 上个月才重启跨州旅游的 吉打佛罗交仪 即将成为我国首个国际旅游泡泡 首相纳杜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下午发文告宣布 新冠疫情管理特别委员会 已经接纳旅游艺术及文化部的建议 让佛罗交仪成为国际旅游泡泡的试点计划 凡是已经注射完整疫苗的外国人 在起飞前72个小时 完成逆转路煤聚合煤链反应检测 就可以上岛游玩无失隔离 但是检测费用自负 倘若下期后发现确诊 将直接带到隔离中心或私人医院 条件也规定 游客必须逗留岛屿至少三天 如果超过五天 就必须在第五天再进行一次检测 此外游客必须下载官方手机应用程式 首相表明国际旅游泡泡将试跑三个月 卫生部和国家安全理事会将评估成效 再决定让其他观光岛屿和旅游胜地迎来外国游客 此外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尤其是种植业 政府接纳了人力资源部建议的标准作业程序 并同意重新引进外籍劳工 劳工配额和入境日期将取决于内政部和人力资源部的决定 文告指出 外籍劳工必须在各自国家接种完整疫苗 而且必须是世界卫生组织承认的疫苗品牌 他们在启程前72个小时 也要进行逆转路煤剧和煤炼反应检测 并出示疫苗接种证书 外籍劳工通过特别通道入境后 将会强制隔离7天 如果证实没有染疫 就可以在雇主的安排下前往工作单位 与此同时 卫生务和国家安全理事会进行风险评估后 也决定从下个星期一开始 如佛和登家楼从第三复苏阶段 进击到第四复苏阶段 这两个州属的标准作业程序 将和其他第四阶段州属一样 另一方面 随着国内疫苗接种的青少年人数越来越多 属性表示 完成疫苗接种的成人 所享有的各项便利 也将扩大到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青少年群体 这也意味着 12到17岁青少年需完成疫苗接种的要求 将被列入所有标准作业程序内 不过政府会给予三个星期的宽限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机 谢谢大家